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北京联播网财经关键晚报 现在进行的是股市达人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欢迎我身边这位是最能掌握 股市精品股的股市达人 这位宗老师 Amy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台股大盘 今天目前这个时间 最低是在23607点 最高有来到24126点 比昨天的高点又再电高了一点点 台积电目前的走势 还是持续的向上 就如郑老师预告在前的 台积电在7月18号法说之前 会继续的往上 但是郑老师有提醒哦 设备股要见好就收 为什么呢 等会节目告诉你 那么今天在个股的表现 哇很多的强势股都拉回 投资人看了都是心惊惊 跌下来的个股到底可不可以加码呢 还是要小心操作呢 今天的节目对你接下来的布局会非常有帮助 重点很多 把握好时间 马上来请教股市答案 接下来张老师 那么台股早盘金金涨 最高涨到24126 大涨248点 那当然又是再创一个历史的新高 从2万 2万1 2万2 2万3 一下子就到2万4了 但是结果呢 创意高之后 没到一个小时呢 又杀到23607 那从涨248点 变成到底的270点 这加一加高低点差了512点 哇 真犹如大怒神啦 然后经过半小时之后 他又翻红 那目前我们录音的时间12点22分左右 指数大概就在平盘附近 所以又重叠270点 又拉了270点上去 所以这个上上下下的幅度非常的大 尤其是台电已经涨到了1055块 那每一档5块钱 就差40点 所以常常就看到说盘中那个指数 三四十点 三四十点 跳上去又跳下来 跳上去又跳下来 那台电早盘一度先涨到1055嘛 然后结果在10点左右呢 就翻黑打到到1030 就涨了25块钱 所以这个也是指数一路的掉下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台电的这个影响的层面是越来越大 那再来我要说的就是说大家要提早试音就是说 指数这种什么两三百点三四百点的一个大震荡 是 因为现在的指数叫做两万四千点 对 并不是五年前的一万点 你就想嘛 一万点的一趴是一百点 那两万四千点一趴是多少 两百四十点 所以同样的幅度 震荡的点数是等比例的放大 但是因为大家在看涨跌幅的时候 都看指数都是看 就是哦那涨点跌点 是多少百点好进了 对 但大家没有在看那个幅度嘛 其实啊 同样的幅度那涨跌的那个点数 那个等比例放大很多 懂 你以趴数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趴数的一个震荡 懂 但是那个点数不一样啊 你会觉得就是说 啊怎么以前 一万点涨一百点的时候就算多了 现在怎么动辄两三百点 跌两三百点 那以后大家要适应 懂 因为人家台股 现在已经两万四千点 是 那至于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大幅度的震荡 其实我看一下国际股市 昨天美股的收盘 道琼尾盘是掉下去了 但是呢 以非办啊 NASA或者是SMP500都涨得不错啊 然后今天日经指数超强 现在涨了八百八十点 总共涨幅两二点一六趴 指数是再创历史的新高 然后这个韩国的指数也是小涨 是 就是说我们就是好像震荡幅度很大 那一来 一来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涨幅在全球 在前一个多礼拜的时候的统计 好像仅次于非办 全球的涨幅最高的指数 是 所以涨了相对多 所以有时候震荡难免 那第二可能就跟可能政治因素比较有关啦 就是说那个前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燦就大家也知道新闻嘛 新闻报很大 就是被起诉嘛 然后好像又有这个人被枪杀嘛 都跟政治有相关啦 是 所以可能因此有盘面中有一些震荡 我想这也是难免的啦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市场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是 那震荡会越来越大 大家要提早市应 但趋势不变的情况之下 国际股市都风平浪静持续往上走 台股震荡完之后还是要持续往上攻 是 然后我的两万六我相信今年都看得到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紧张 好 然后台电的部分呢 其实我昨天也花了蛮多时间 跟大家先预告一下 就是说台电7月18号的法说 有可能提到哪一些重点 那昨晚ADR早盘台电的股价先大涨的超过4% 让这个股价一度超过190美元 然后也带动台积电市值一度超越1兆美元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 全球好像超过1兆美元的只有7、8家而已 真的是厉害 台湾是光啊 那我认为7月18号法说之前 涨势会持续下去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拉回的一个 这个因素存在 那我昨天有把法说可能要讲内容做了预估 那我也录制了一个短影片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的YT去看 YT只要搜寻四个字 就会找到郑瑞宗老师 就是股市达人 在YT上就会找得到 然后第一个重点 我就有提到 就据我了解 这次台积电法说 它的资本支出应该不会往上跳 那市长很多人都说 台积电什么3奈米2奈米需求非常的强 Coverse的这个需求也非常的强 所以说一定会调高资本支出 所以设备股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7月18号法说之前 这一些所谓的相关的这个设备股材料股 如果说这一波已经涨了什么五成 一倍甚至更多倍数的 建议大家见好就收 小心操作 因为大家的心里是期待它调高资本支出 可是其实人家之前资本支出 就预估在281到321的美元 那现在只是在一个执行当中 通常要调高资本支出的计划 会比较落在年底 了解 第四季 所以前一期的这个资本支出的计划 还没有执行 可能一半都还没有 还在执行当中 你就说希望他现在做一个资本支出的 一个调高的一个动作 进度还没到 对对对 这个有点言之过早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说 应该说超过九成的机会 是不会调高资本支出 这是我恰询相关的台积电的专家们 是 所得到的结果 好老师说的话要听哦 所以呢 如果说就是说大家买了一些设备股 然后股价涨很多 这边还在追高 结果718大家有一个非常高的期待 是 结果发现说没有资本支出还是持平啊 那会不会就是变成一个涨多之后的 一个期待的落空 股价就拉回一波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没有涨多就没问题嘛 但涨多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设备股在这边 我想大家建议大家罚说钱 建好就手 好 这是良心的建议 是 就是你不要去 至少不要追高在高档 然后再来套牢的娃娃叫 是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相关的设备股 如果说你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师我现在到底要出还是不要出呢 你可以加老师的LINE 然后直接来咨询 我们的LINE不是聊天室 所以是一对一 你发布的讯息老师都会看得到 郑老师的LINE的官方ID是可以把它抄起来 或者是现在就在手机上加入我们的LINE的ID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英文字母的S168178 完整的LINE的ID 我再说一次哦 小老鼠S168178 直接加起来 你就可以直接来咨询老师了 好今天的市场其实波动很大很大 那不只是说指数上下那个500多点的一个震荡 那其实盘面中有一些前两天非常强势的股票 今天跟昨天陆续都出现一个反转的走势 比如说很多啦 昆银啊 吉优 蒙利 圆刚 安可 迅兴 光盛 金采科 伯磊 正达 申阳 半衣 全新复兴 莱德 罗生 尤其这些股票最近天天涨停板 莱德好像涨了八根 罗生从30涨到144 阳城今天也跌停板或什么玉德等等的 还有那个惠友最近也是一路飙了好几倍 对 结果你去看哦 这些公司很多其实不但没有赚钱 有些甚至都是亏钱 但是因为就是吵了一些题材啊 比如什么机器人啊 或者是什么题材之类的 或者是台电的设备有点沾到光的哦 那股价一涨就是什么五成一倍好几倍在涨 但是当这些股票就是说它涨幅已经背离基本面太远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有时候反转的过程哦 你真的是看到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所以我常在讲说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候你还是要坚持一下 要买一些有数字的精品股 因为当这些有数字的股票 数字的一个基本面支撑在那边 你回档的过程你至少有机可寻嘛 你知道就是说它的价值大概是多少钱 但是如果说它亏钱但是涨个三四倍 那回档的过程比如说罗生好了 一样是机器人的股票 30涨到144 第一季的获利刚好是零嘛 没有任何赚钱 今年恐怕也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股价已经涨到144块 那到回档的时候呢 你要用什么基础去评估它应该支撑在哪个位置 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一些 很多强势股这两天都肩头反转 那有一些当然拉回它是可以买的 但是有一些数字很差的 炒个题材的 大家自己真的要散 就是老师刚刚说的这些要小心操作 那刚提到了很多啦 比如说啊 讯星啊光盛这些数字真的很好的 拉回或许你就可以找买点 但是其他的很多这些标股啊 我看都没什么基本运支撑 所以有时候涨完了就涨完了 人家人聚楼空 你还在那边等人家拉给你做解套 这个有时候是 割韭菜了 对啊 人家韭菜已经割完了 人家已经去准备去割下一道韭菜了 你还在这边等 但你是等不到的 对 如果听众朋友手上有这些股票的话 你可以加老师来 记得在那里面赶快来咨询老师该怎么办 对好 所以就是说炒过头的没有数字的 你这边大家自己要小心一点 因为很多都出现肩头反转的讯号 那再来我认为看好的就是说 比如说善利中心的股票 像2392的振威 今天一度涨停板 转投资的升威能 这个也涨停 有一个叫四方科系的 今天股价也大涨 那我们手中的3312的红翼股 今天股价最高 也涨到了97.7元 涨了7%多 这也非常的强势 那这些股票都大涨 共同特色就是说 他们都投资了算力中心 那我也说 生成式AI对算力的需求 真的太过庞大 那黄仁峻也鼓吹 大家一定要建立主权式的AI 所以AI 未来会变成主权式的发展的方向 那算力就变成国力的一种代表 算力及国力的时代来临 所以算力会成为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那有投入算力中心的公司 未来股价绝对都有 这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所以像郑威今天的涨停板 那他的转投资的升位呢 他们两个就合体来投资一个算力中心 那鸿一股呢 上半年就投入了大概4.5亿 那郑威是投入20亿 所以这一些算力中心的股票 你看就是说 股价慢慢变高慢慢变高 结果大家回档的时候 他股价就冲出去 所以我最近才一直跟他讲 就是算力的部分 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对老师也讲算力就是国力 对那鸿一股今天股价来到97块 那前面的高点是100.5元 其实要过关很简单 那另外像3466的这个德晋的部分呢 他是美超伟的家族入主 他准备在下半年在印度建置一个算力中心 那这个规模应该也不小 因为后面是美超伟嘛 那还有一档我们不许的X0XX的 也持续在建置算力中心之中 所以未来这个算力呢 其实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因为算力现在急缺 只要有算力的生意是做不完的 一定是你算力建置好之后呢 算力中心建置好 一定就是马上就可以卖出去 就租赁的方式卖出去 不是说真的卖断 都是用出租算力的部分 他会变成一个长线的一个收益 所以这个族群 我们持续的看好他未来的一个发展 因为他的本益比真的会很高 那另外GP200则是下半年的出货的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今天虽然说大盘震荡很大 但是我们看看几位大哥 红海早上最高来到234块半 假如你把之前的除息还原回去 今天已经到239.9元 等同是240块钱了 所以股价持续的创高 然后广达的营收也不错 今天股价也涨了超过半根以上 最高来到342.5元 也是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所以代表就是说这一些以GP200的主要的伺服器的龙头厂 股价都大涨 代表市场资金其实非常看重这一块 因为大概从9月份起第四季出货动能 带来的营收的这个成长力道会非常的强劲 那你以为人家出AI伺服器 里面都不用零组件吗 要啊 我要做组装 我不用里面要有所谓的水冷的元件吗 我不用有什么CCL的什么铜箔基板 我不用有散热 我不用有电源供应器什么 我什么都需要 我不用要机柜或者是什么什么机壳 我什么都要 所以呢相关的零组件的部分呢 在第三季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备料的时间点 所以我这边就看好几个GP200的独家的供应商 一个是3665的茂莲 3665 那虽然说今天股价也是拉回一个大概有一%多两%不到 那6449的育邦也持续看 那今天股价呢 也是目前是小回大概一两%左右 那这都是跟着大盘做一个回档的震荡 那第三季因为GP200都是独家订单 会有全新的拉货动能 那我相信这个回档都是非常好的买点 而且他们都是法人后面会大买的标的的类型 其实以茂莲来说的话 过去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我看投信就已经买了2784张快要2800张 那即便是昨天也是连续性的一个买超 那因为他们都是这个GP200的独家的供应商 是 要GP200要独家不容易 独家 你要先去通过MVIA的认证 那GP200因为现在的这个伺服器啊 那个机柜啊 非常非常贵的 那你就要去想就是说这么贵的东西 一旦开始运转起来 它里面架构就更复杂 散热要求更高 所以里面每一个元件都不能有任何丁点的trouble 不然我那么贵的一个这个EI伺服器 它运转下去 如果说中间有一个小元件出了trouble的话 那整个资料中心可能它就会停摆 它会有一个连锁的效应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所有的元件都要经过MVIA的非常严格的认证 才能打入到MVIA的供应链 然后变成GP200的一个供应商 所以可以拿到独家订单的 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所以光是MVIA的肯定 其实你对于股价 你就应该要知道说到后面就不会差 然后GP200后面只要开始逐步拉货 那营收动能一定看得到 当然初期你不要认为第三季 它会有很强的动能 因为初期是一开始就是初步的拉货阶段 它会慢慢上来 到第四季会开始完整的放量 明年就是完整的一年的话 那明年我们估计冒廉大概就是30块钱吧 那这个郁邦可能就是14块钱的获利 所以现在这个本营比你发现都十几倍 实在是便宜到不行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标的 那当然除了这两档之外 我这边又锁定第三档 标股来了 对也是NVIDIA的供应商 而且是NVIDIA GP200的独家供应商 独家老师说过独家都是最标的 对那你不要看说最近行情在震荡 好像股价就是大家都该标的都还没有真的标上去 但行情只要一开始平稳之后 对 这些独家的都一定会打标 那这一家独家供应商是X4XX 又是公布第二吗 X4XX 对因为他太厉害了 常常一猜就中 猜不到打电话进来 所以我一定要保留一下卖个关子 因为我们的会员的部分 会员一定要优先 对我们明天才要进场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赶上的话 是 明天你可以买在同步的一个这个奇长点 好财富列车就要来开了 而且我确认就说他就是GV200的独家的这个供应商 就是独家 确认是独家 就是独家 而且应该是全球独家 全球独家 刚刚的茂莲跟玉邦是台厂的独家 这家是全球的独家 全球独家 听好了 而且8月份他会进非常可观数量的新机台 就是For NVIDIA的这一块的订单 是 那后面业绩大概9月份10月份之后 第四季之后 云收会一路的冲上去一费冲天 所以我相信这个后面股价会有可观的大行情 是可以押重资买进的一个非常棒的精品股 台富列车来了 怎么跟上来老师 今天因为冲泰跟红衣股股价都是大涨大赚 冲泰今天股价最高来到205也涨了8.2%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庆祝股价大涨大赚 那今天只要来电或者在我们赖留言手机号码 那只要你手机号码里面有个7 就是本月幸运星 就给大家7折的优惠 就会有大优惠 再加码一档最新的标股 除了大优惠之外 再加码一档新标股 你的手机号码有7吗 赶紧在郑老师赖里面留言 最快的方式直接打电话进来 电话进来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师答案 周瑞宗老师 谢谢米达 拜拜 你的手机号码有7这个数字吗 只要你是有7这个幸运号码的 你就是本月的幸运星 而且会有一个大优惠 然后再加码一档新标股要送给你 明天就来上车了 财富列车就要开跑了 千万不要让他溜走 赚钱的机会就是现在 如果你的手机号码有7 赶紧在郑瑞宗老师NLINE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马上来领取大优惠 跟明天即将要上车的新标股 郑老师NLINEID是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英文字母的S168178 再说一次小老鼠S168178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有7 这个幸运数字 除了给你一个大优惠之外 要加码给你一档新标股 明天就来上车现买现赚 02-2362-8000 02-2362-8000 投资方法这么多 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股市达人 郑瑞宗分析师 深入产业掌握第一手资料 结合国际经济动态 跨市场分析 带你布局投资下一步 小钱赚大钱 拨打02-2362-8000 02-2362-8000 脱胎换股就趁现在 大华国际102年 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货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 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